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富商之女有过四年短暂婚姻 和精巧巧恋爱又无疾而终 迎娶小21岁娇妻 却似被出轨又离婚 吴启华的人生似乎始终缺乏一些运气 吴启华出生于香港一个富庶家庭 排行在中间的他既没有被赋予长子的期望 也没有得到幼子的宠爱 陷入一种尴尬的被忽略状态 12岁时他独自去和祖母同住 年轻时一个人前往英国留学 因兴趣从事舞台去相关工作 德西无限议员训练班招生 决心回港报考 成为一名演员 那一年的训练班花名册上 还有很多日后郁满湘江的名字 刘嘉玲 吴君如 曾华倩 陶大宇 吴振宇 刘青云 在这些闪光的名字里 吴启华显得岌岌无名 命运很早便开始有意无意地和他开启玩笑 毕业童年他的首部作品《魔玉桃园》中饰演男二号 后来更多机会参与TVB经典之作《流氓大亨》 饰演经典角色《钟伟顺》 这两个角色虽然戏粉吃重 但都是十足的反派 好像自己真的就是坏蛋 连我都很恨戏中的自己 更不巧的是这个时期 香港影视圈盛行硬汉风 模样俊俏 身量鲜弱的他 更没有别的选择 邪气里带有温柔 音弦里带着陈玉 两种气质达成一个完美却扭曲的平衡 反派角色的深入人心 成了他身上的一把双刃剑 导演监制纷纷向他抛出邀约 他是斯文败类的最佳人选 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看到比他更适合这个头衔的 片约不断 戏路却越来越窄 《九品芝麻关》里 最见心黑的方唐靖 转临阅里顽固懦弱的张达民 一个又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决 给他贴上了难以摆过的标签 这么多年来抗拒演反派 每次演心里都会不舒服 其实有些反面角色 本身故事里有温情的部分可以演 但很担心总演那些脸谱化的坚决 精湛演技却只能扮演坏蛋 吴启华曾一度茫然而迷失 恰逢那时大势所趋 众多影星或未名或未利 纷纷加述风月片之路 吴启华也是被迫成为了其中之一 不然他面临数千万的赔偿代价 尽管风月片收获了不错的票房 可吴启华将其成为不堪回首 强行按下的理想 并没有被金钱的增加缓解 反而是更多的忧郁和失望 于是他远走泰国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转行投资经商 过去是神就不甘 或许是存留着对演艺事业的真情 1996年他回归TVB 戏剧性的是当时正逢奶油小生的天下 可他已成了中年大叔 命运也不会总是无情 此后的五年 凭借妙手神仙的程志美 以《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 1998、1999和2001年无限台庆上 吴启华先后获得 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 和我最难忘的男主角 一改反面形象 变身师奶杀手 可惜的是这种机会终究很少 真的很少有机会拍到《妙手人心》这种戏 在外面拍了不少电影 多是坚决 后来真姐找我归无限拍一篇屠龙记 《妙手》都做正气的男主角 很难得 不过奖项其实不是那么实质 而是角色出来的效果 令我好舒服 从此我逢间不掩 多年之后 TV必再次邀请她拍摄医疗剧 将要延续程志美当年的光环 此时她已无意重复 他们有意让我演以前的程志美 但这么多年了 我也想挑战新的角色 除了外形很难改变之外 性格和做事方式会改变很多 相比事业总是在暂停键和播放键之间转换 吴启华的感情更加曲折 谈恋爱整天失败 后来想觉得太冲动 还没确定关系就行动 喜欢就追 我真是好容易喜欢人 年轻时她和蓝结英 曾华倩 李美贤这样的大美人 都传过绯闻 真真假假 难分辨 而她的第一段婚姻 发生在因风月片拍摄 而逃往泰国时 去泰国认识了个女孩 她一年拖 激情过了 又觉得留恋 都想同她结婚 但大家谈不来 我又讲不出伤害她的说话 关系交着 彼时她接了电影 转凌玉 去上海开工 又认识了一个女孩 那时还没有 同泰国女友分手 一谈恋爱就好投入 但了解了觉得不合适 又不知怎么开口 经常为了责任拖住女孩 想一下真是傻 其实要一段关系保持得好 长久 是高深学问 吴启华明显没掌握 这门高深的学问 腰败不定间 她最终选择和泰国女友成婚 可这段婚姻不过维持了四年便结束了 她的生活从不缺乏爱情 与太极妻子分手后 她又交往过数人 却都没有结果 爱与友情不敢和蔡绍芬表白 与金巧巧因节目生情也无疾而终 2008年 吴启华迎娶了比自己小21岁的石阳子 公开秀恩爱 在电视中盛大求婚 每次牵手出场都十分高调秀恩爱 后来两人还有了可爱乖巧的女儿 走入中年 似乎终于稳定下来了 可携手九年后 吴启华又突然宣布 已和食养者离婚 这段老夫少妻的爱情最终走到了尽头 两人刚离婚时 协议共同抚养六岁的女儿 可是在离婚手续没有办妥的情况下 食养子被报有了新欢 据悉吴启华为了怕前妻突然要争女儿 也担忧女儿之后可能会随即付生活 传出他有意付千万赡养费 买断女儿抚养权 其实两人离婚之后 女儿一直是个外婆生活 吴启华除了要养女儿之外 还要给前岳母家用 前妻举家去日本旅行 也是吴启华结账 甚至最后一天还买到刷报卡 在外人眼中这么惨的吴启华 面对征抚养权的传闻却说 钱就不要说了 他始终是我前妻 我依然会疼他 他要什么我都会给 看来虽然离婚 吴启华与前妻还是朋友 对他也是多加维护 可是虽然吴启华公开力挺 可是败光亿万家产 落魄班凶宅等等传闻屡见不鲜 吴启华澄清说 那层楼是我和家人合资买的 两个相连单位 两千万买入 装修两百多万 环境好 风水好 说什么凶宅都是假的 中介不可能瞒我 我家人也不是傻瓜 怎么可能没听到风声 经历了两段婚姻的吴启华 更加看重家庭和女儿的成长 虽然自己离婚 却不希望给女儿一个破碎的家庭 作为男人 没有把自己的婚姻生活处理好 这责任 我实在难辞其咎 为了女儿 本来真不想走到这最后一步 但事与愿违 看来离婚是我们最合适的做法 10月26日 已经12岁的猪猪近况喊被曝光 照片中的猪猪妆容精致 红唇舌眼 又因为继承了明星父母的高颜值 五官极具辨识度 镜头怼脸 角度清奇 表情迷醉 依旧能看得出是个美女 这组照片曝光 引起不小的争议 有网友认为太过成熟 不符合12岁这个年纪 据悉目前猪猪就读于长春的一所国际学校 该校学费一年高达20万 据于太了解 再加上吃穿用度 还有培训班 一年下来 没有百来万 下不来 早前也有香港媒体报道称 非常超疼爱女儿的吴启华 因为能时常陪在女儿身边 深感愧疚 因此对女儿有求必应 生活费都给最高规格 更不用提教育资源 20万学费大概是九牛一毛 有人这样评价他 吴启华拍过多少部电视剧 你问他 他记不起 或者说没有理由再去记 吴启华有过多少个女朋友 你问他 他也记不起 或者说 没可能会去记 吴启华的生活足够丰富 却不够幸福 有理想 但不知如何追求 有想法 也不知如何表达 命运看似给了他一个好的框架 却总是差些内容 他也好像总是反应慢半拍 历经半生沧桑 熟悉好好抚养女儿 是他唯一的追求 希望他未来的人生 就算无法至美 也可幸福度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瑜伽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